女人和变性后的自己生下了自己 你敢相信吗 在1945年的夏天 一个女婴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外 院长接到电话后发现了这个婴儿 经过医生检查 发现她异常健康 院长虽然不明白她的父母为何抛弃她 但最终决定收留她 给她取名为简 像她这种没有来历的婴儿 孤儿院里还有十来个 可简是最特殊的存在 从小到大 她总是健康无病 体格天生比别人强壮 和比她年长的人发生争执时 她照样能占据上风 就连男孩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同时简聪明过人 然而她过于优异的表现 让她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渐渐地 她被视为异类和怪胎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孤儿院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被领养 只有简史中无人问津 她开始讨厌眼里的自己 甚至不再照镜子 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容貌 直到某一天 一个叫罗伯森的男人来到孤儿院 看中了简强壮的体格和聪明的头脑 带她去参加航空公司的应聘 简在各项测试中表现出类拔萃 不管是抗炫晕能力还是体能 她都远超其他应聘者一大截 而且在比试中也拿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分 可惜优秀地简引来了其他人的嫉妒 这次斗殴的后果也是简没有想到的 她竟被航空公司取消了应聘资格 然而罗伯森告诉她 自己会向委员会进行反应 为简争取重新回到航空公司的机会 在等待罗伯森答复的这段时间里 简开始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谋出路 白天做保姆工作 晚上则来学校参加礼仪课程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向委员会证明自己的改变 而在这天放学过后的简 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 这是她第一次遇到和自己有着共同话题 并且了解自己想法的男人 让简感受到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温柔 简因此陷入了爱河 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可好景不长 男人在一次离别后 永远退出了她的生活 简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 这次打击让她更渴望加入航空公司 终于她等来了罗伯森的答复 但这次对方告诉了她事情 原来航空公司的招募只是个幌子 罗伯森所属的组织借助这个平台 招募那些具有超常能力的人 招募那些丈夫孩子没有家庭的人 为政府执行任务 由于这份工作的特殊性 他们要求应聘者拥有强壮的体格 和惊人的记忆力 而简正好满足他们所有的条件 眼看简的生活将要迎来转机 但老天再次给她开了玩笑 那个前男友离去之前 在简的肚子里留下了新的生命 无处可去 她住进了慈善医院 经过艰难的十月怀胎 成功生下了女儿 可在手术结束后 医生告诉了简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在剖腹产过程中 医生发现她体内有两套 分别是男性和女性的完整的器官 但都没有发育成熟 女性器官已发育到能生育的程度 但因为生产导致大量失血 医生不得不切除子宫 为了她以后的生活 医生进行了重塑手术 在简的体内重建了一套男性的泌尿系统 让简变成男人继续生活下去 尽管难以接受 简必须面对现实 为了女儿 她努力适应新的生活 然而祸不担心 在两周后的一个晚上 一名神秘男人偷偷潜入育婴室 偷走了她的女儿 之后简找遍了所有地方 都没能发现女儿的踪迹 同时简的改造工作已经到达了尾声 在十一个月里经历了三次手术 让简完全变成了一个男人 简开始试着像男人一样说话 慢慢转变生活中的细节 如今简已不再是女人 可她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男人 每当看到自己陌生的模样时 她都会想起那个毁掉自己一生的男人 为了可以继续生存 她再次来到航空公司 应聘了宇航员的职位 可惜航空公司有她之前的档案 医生在处于好奇的情况下 检查了她的身体 之后便拒绝了她的要求 无奈之下 她改名换姓来到纽约 找到了一份报社打字员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她发现了许多平庸的稿件 竟然能够在杂志上发表 于是产生了亲自创作故事的念头 凭借自己深刻的女性视角和个人经历 让她成为了一位不温不火的作家 但有一天 简来到酒吧 却与一位知悉她笔名的酒保相遇 两人很快因此相谈甚欢 利用一瓶烈酒作为代价 她向酒保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怀着对那名男子的怨恨 然而酒保听完后问道 如果她能将那名男子带到简面前 并可以保证简能在事后全身而退 简是否会选择杀了她 简毫不犹豫地回答会 随后令简惊讶的是 酒保准确说出简男性身份的名字叫约翰 并一再保证自己可以带她见到那个男人 但作为交换条件 约翰要接手酒保的工作 并透露自己是为罗伯森工作 在解答约翰的疑惑前 酒保将她带入酒吧地下室 随后拿出了一个手提箱 将上面的日期调到了1963年4月3日 就是简与那名男子第一次相遇的时间 拿起这台时间机器将其牢牢抓住 随后酒保按下了开关 两人瞬间被传送到了废弃的仓库 第一次尝试时间旅行的约翰感到头晕目眩 酒保告诉她 他们已回到1963年 不敢相信的约翰透过门风向外望去 确认了正是自己记忆中的景象 酒保解释说自己在维士空具工作 也就是当年约翰差点应聘成功的地方 他们的任务就是穿梭在各个时间节点 阻止历史上的灾难发生 随后酒保给约翰一碟百元大钞 和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而酒保帮助约翰 是怀疑那名男子是自己在追踪的炸弹狂人 随后酒保提供了男子的地址给约翰 并告知对方在晚上会与1963年的约翰相遇 约翰按照地址来到学校 凭借着记忆中的样貌 他开始努力辨认每一个经过的人 就在这时刚刚放学的姐 不小心撞到了约翰 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 他意识到这是从前的自己 他缓缓回头看向眼前的姑娘 由于他从小不喜欢照镜子 所以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样貌 但明显这个姑娘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美丽 而此时的约翰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由于他知晓对方的所有想法 所以他立马就引来了姐的好感 而约翰也在此刻 不由自主爱上了曾经的自己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酒保看在眼里 他似乎早就知道那个男子 就是约翰本人 随后酒保又想起了什么 将时间机器调整到了1970年 这是他上次未能阻止炸弹狂人行动的时间 不过这一次他将时间向前调整了几分钟 和他预料的一样 果然在那里发现了正安置炸弹的炸弹狂人 遗憾的是 炸弹狂人似乎对他的所有举动都远无指掌 并且在搏斗中成功地制服了他 不过炸弹狂人没有伤害他的意图 在打倒他后离开了现场 等酒保回到安置炸弹的现场时 他刚好看见另一个前来执行任务的特工 被炸弹炸伤 他小心地上前将时间机器递给特工 随后这个被毁容的特工穿越回到了1992年 目睹这一幕的酒保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从地上捡起炸弹定时器的碎片 然后回到了1964年 也就是约翰和简遇见后的一年 他原本以为这次可以阻止炸弹狂人 改变一切 然而还是失败了 于是他前往医院的育婴是探望简的女儿 但此时罗伯森突然出现 酒保将定时器碎片交给了他 但由于他重新回到案发现场属于非法穿越 违反了时空局的规定 因为非法穿越对历史所造成的影响 会直接改变未来 它必须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才能消除影响 随后罗伯森要求酒保戴上手套 趁护士离开时抱走了简的女儿 通过时间机器带着孩子回到了1945年 抱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酒保将孩子放在孤儿院门口 同时在离开后拨通了孤儿院院长的电话 完成所有的一切后 酒保回到了车上 再次穿越回了1963年 依旧是约翰和简相遇的年代 此刻的约翰已经与过去的自己坠入爱河 他也意识到那名男子就是自己 约翰暗自下定决心不再抛弃简 但酒保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他告诉简再次等待自己回来 随后走到酒保面前 掏出手枪对准了他 因为他认为酒保耍了自己 酒保却告诉他 一切选择权在约翰手中 而且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随后 他带约翰来到1985年接替自己的工作 看着因为时间穿越 感到不适的约翰躺在床上 罗伯森不由地感慨 未来将会有上百起犯罪在约翰手中终止 然而酒保仍然为未能追踪炸弹狂人而烦恼 罗伯森却安慰他 因为有炸弹狂人的存在 才会让他们的工作变得出色 如果没有炸弹狂人 时空局也不会如此壮大 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最后酒保返回酒吧 辞去了自己酒保的工作 然后通过时间机器穿越到了1975年 正是炸弹狂人最后袭击的前一年 可酒保选择在这里度过退休生活 与此同时 在1985年的约翰正式接替了酒保的职位 这是约翰一直梦寐以求想得到的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人生方向 许多年后 约翰接到一项任务 他带着时间机器回到了1970年 任务要求是拆除炸弹狂人 在那里安置的炸弹 然而在拆除过程中 他被身后突然出现的人影 耽搁了拆除炸弹的时间 虽然他成功击退了那人 但时间所剩不多 没能来得及将炸弹丢进设备 导致约翰受到炸弹一波的伤害 正当约翰挣扎着想拿回时间机器时 非法穿越的酒保突然出现 将一个箱子递给他 让他返回到1992年 尽管约翰经过治疗生命并无大碍 然而火焰造成的伤害却让他毁了容 这让他对炸弹狂人耿耿于怀 如果还有机会 他绝对不会再让炸弹狂人逃脱 不久后 约翰的伤势基本痊愈 但卸下纱布后 他的容貌已经完全改变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当他重新长出头发后 他的外貌竟然变成了酒保的模样 经过七年的工作 约翰即将退休 但时空局给了他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回到1970年招募过去的自己 约翰的人生就此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 唯一能跳出这循环的 只有退休后的他 然而时间机器 本应在约翰穿越到1975年后自动退役 但出乎意料的是机器显示退休失败 这时约翰突然想起 罗伯森在退休前交给他的档案带 里面有关于炸弹狂人的定时器调查结果 看着上面的线索 约翰最初并未在意 然而在这里度过一个月后 他发现这份文件中关于炸弹狂人的行动 与他完全吻合 带着这个疑问 他来到炸弹狂人最后出现的席点 在那里 他果然发现了炸弹狂人的踪迹 令他惊讶的是 炸弹狂人居然与他面貌一模一样 原来炸弹狂人正是以后的自己 而对面的炸弹狂人 很清楚约翰心中的疑惑和震惊 然而他现在的看法与以前完全不同 虽然他承认自己的行为伤害了许多无辜人 但同时也认为他的行动 间接拯救了更多性命 他还拿出了未来的报纸为自己做辩解 但约翰却向他透露 在下一次的袭击中 炸弹狂人将夺走超过一万人的生命 最后炸弹狂人告诉约翰 他们其实都是罗伯森手里的玩偶 他们的一生都被罗伯森玩弄于鼓掌之间 如果约翰此刻杀了他 那么他将会演变成另一个炸弹狂人 因为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他深知这一点 如果想要打破循环 约翰必须放过他 然而约翰会想起曾经的选择 如果那个毁掉了自己一生的男人 出现在自己面前 自己是否会杀了他 最终他不顾炸弹狂人的劝阻 约翰毫不犹豫地搬动了搬机 随后约翰的一生经历在自己眼前迅速闪过 他想起从出生到现在的记忆 他明白自己必须成为炸弹狂人 只有这样 他才能为过去的自己找到人生目标 使过去的人生有所意义 影片在这里结束 整部电影讲述了成年后的简与变姓后的自己相遇 并迅速坠入爱河 他们的女儿 就是幼年时的简被未来的自己送回到了当年的孤儿院 而自己在经历了女儿丢失 以及自己的变性等一系列打击后 加入了时空局 而他一直追踪的炸弹狂人 实际上只是他年老时的自己 他的所有经历早已被罗伯森提前设计 因为时空局需要一个像简这样 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 可以在不改变历史和未来的情况下 穿越各个时间 所以简相当于这个世界上悖论一样的存在 罗伯森将他困在这个循环中 以实现自己发展和壮大时空局的目的 情况 al ça cancelled 10 4 12 14 19 20 22 20